大家晚安 我是鄭團熙 一起來觀星今天的天氣 今天呢 全台灣各地的空氣品質狀況 都是比較差的 我們整理了一張圖來給大家做了解 從圖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橘紅色的區域呢 從北部 中部到南部呢 都是空氣品質今天比較差的區域 在北部啊 已經可以來到紅色 也就是對所有族群 都不健康的空氣品質等級 那在整個中南部也是一樣 都是有來到橘色到紅色這種等級 那至於在未來兩天呢 北部跟中部稍稍的好轉 轉為普通到這個橘色 也就是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但是呢 在中南部啊 未來兩天 可能都還是這種紅色 對所有族群 都不健康的空氣品質狀況 所以提醒您 如果在這個南部活動的話 稍微留意一下這個空氣品質 預期這個好轉的情況 是沒有這麼明顯的 會造成今天空氣品質這麼差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為風向上面 屬於微弱的偏東南風 所以呢 在東半部屬於零封面 空氣品質還不錯 可是呢 在整個這個西半部啊 被封測 空氣品質都是比較差的情況 我們從微信圖上面來看一下 微信圖上面可以看到 其實台灣四周呢 雲量並不多 在今天星期四的時候 幾乎各地都是屬於 晴到多運的天氣 那麼這個天氣呢 預期在未來幾天 是會有一些小小變化的 從這個星期四的深夜開始呢 新的一波東北風 稍稍的加強 而且有帶來一些水氣哦 所以可以看到 在星期五的時候 北部以及整個東半部呢 水氣比較偏多 這個綠色也就是代表 水氣比較多的區域 所以呢 可能會有一些 短暫震雨的狀況 在星期五的時候出現 至於中南部呢 在這個星期五的時候 天氣還是屬於晴到多雲的 至於在這個星期六 以及星期天 天氣慢慢的回穩 但是呢來到下禮拜一 第二波東北風又逐漸的加強 可以看到 星期一的時候 這個水氣比較多的區域 又開始逐漸的往南移動了 開始影響到我們北部 以及東半部的雲封面區域 所以呢 其實未來幾天 北部跟東半部的天氣 是比較有些變化的 但是在中南部 天氣相對是比較穩定 從這個未來四天的 降雨預測就可以看到 在星期五 星期六的時候呢 北部的銀封面 東北角到宜蘭 都有一些短暫震雨的情況 那麼來到星期天呢 這個下雨的狀況 開始慢慢減少 各地都是屬於晴到多雲 但是來到下禮拜一 又有一波水氣接近 北部跟東半部 水氣又開始逐漸增多 有些下雨的狀況了 所以可以看到 這個東北風影響區域 其實都是以北部 跟東半部的雲封面為主 中南部的天氣 在未來幾天 都是還不錯的 至於在溫度上面呢 在溫度趨勢上面 從北部的這個溫度趨勢 就可以很明顯看到有些變化了 在星期四的時候 11月8號 這高溫可以來到30度 但是呢 來到星期五 高溫一下子有明顯的下滑 來到只有23度左右 所以呢 這個溫差上面 是有比較大一些 提醒您 這要特別留意 是非常讓人 容易感冒的這種溫度 那來到下禮拜呢 稍稍有些回溫 又有一些降溫的狀況 比較不會有這個 太明顯的變化哦 那至於在今天的這個 溫度狀況來看一下 到了星期五呢 這個北部 以及整個西半部 高溫大約是來到 到23到28 29度到30度 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 南北的溫差還蠻大的 北部最高溫只有23度 但中南部 卻有接近30度左右的高溫 至於在台灣的東半部呢 高溫還是來到這個24度 那在這個台東 以及綠島藍嶼 是來到27度左右的高溫狀況 至於最後幾個重點 提醒給大家 這個東北風 在今天晚上逐漸加強 北部的降溫 開始轉為有正月的情形 那西半部空氣品質 維持是比較差的情況 週末的時候 轉為偏東風 天氣狀況又逐漸回穩 這個溫度又開始 逐漸回升了